各種女孩類型的保養態度 你屬於哪一種 1. 夢幻系女孩 只要看到與蒙有關的人事物 或可激發少女新的東西 就冒出好可愛的一隻孔鏡 哇 為什麼那麼可愛啊 狗狗好可愛 哇 真的好可愛喔 公仔好可愛 裝潢好可愛 這類型的女孩可不可以先佔滿分10分的8分 任何東西想入她的眼 只要添加少女新成分 購買慾望直接飆到最高點 欸 比比比 你覺得我要不要買 嗯 不用吧 家裡還有很多人咧 我要結帳 2. 務實小姐 通常個性成分 獨立自主是很有想法的女力派 你已經買很多了 不要亂買 走 總能看透所有不實際和不理性的部分 甚至連做夢都和生活現實有關 竟然夢到爆高手打藥 不行不行 這種女孩愛漂亮的同時也非常注重CP值 喜歡立即見效肉眼看得到 你有沒有覺得我哪裡不一樣 嗯 我覺得你一直都很漂亮 真的假的 不怕被人知道做了什麼 只怕花了錢卻沒有半個人發現 真的假的 看不出來嗎 3.豪爽女漢子 個性大喇啦 大笑時從不污嘴 要嘛抱著肚子捅腹大笑 要嘛使勁拍打桌子 勾打旁人 就是要用盡全身的力量 表示愉悅 身形看起來沒有特別壯碩 卻沒想到她力大欲全 我來幫忙 我來幫忙 真的可以嗎 要不要轉到東西打完 哎呀 我OK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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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強強抱怨女生好麻煩 卻會像普通的女孩子一樣 無法忽視保養 我現在要保養 我長出一堆斑的人 從不害怕雷射過渡期 反正只要結果變漂亮就好 女生 聽說打完雷射臉會紅紅髒髒的 啊我不怕痛啦 也不怕那什麼修復期啦 你就盡量打啦齁 欸 其實平馬雷射的恢復期很短 你不用太擔心 喔 這樣 4 焦肉林黛玉 她 心思著命 擁有對任何事情都敏銳的感性 她 念舊有追求單純人 卻也害怕受傷害 算了 我不知道她會不會活動 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喜怒哀樂從不掩藏 像她這樣如水一般的女子 溫和又保濕的心材純人系列 由海洋保濕因子填補她流失的感性 腳叉吸修復她脆弱的心 紫草萃取物則可保護她的纖細 最適合全天下像她一樣 徘徊在感性與理性之間的女孩子 5 文藝少女 她可能熱愛文學可能熱愛藝術 走進一間咖啡廳 就有多種情緒可以產下500字心得 拿到一個喜歡的東西 會從文宣設計等面向去婆媳欣賞 對於保養總秉持著自然純粹的理想 不喜歡給肌膚過多的負擔 使用的產品和她的氣質一樣 總有古小清新 以上分析5種類型的女孩子特徵 你屬於哪一種 當然保養態度沒有對錯 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式 與肌膚穩定共處才是贏家